早上要飛回韓國 現在已經是12點半 然後剛才我記錯了時間 所以我就搞錯了 鬧鐘11點半起床 4點半飛機 然後2點半要到機場 然後我去機場1個小時 欸!我1點半出門就好 我還有1個小時 突然時間好像充足了 今天打算跟大家說一下 通常我要坐飛機的那一天 要做些什麼 剛才1個小時內 我就超級趕急地執行李 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已經知道 我是林飛前的當日 才執行李 所以今天也是不例外 之後也不會有例外 因為 譬如你這樣化妝包 你要化完妝 才可以塞進行李箱裡 所以很多東西太早執定 然後我會覺得 然後反而覺得 我收拾完東西拿出來 然後放進去 我反而會不記得 所以就養成了這個 出發前夕 才收拾東西的這個習慣 所以今天的vlog 就是大家一起跟我搭飛機 現在就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通常我搭飛機的時候 會化什麼妝 其實都會化妝的 很少很少晨晨之後才會化妝 除非真的搭長途機 或真的搭5個小時以上的飛機 我才會不太電化 不過其實我今天也沒有打算化什麼妝 因為我待會 回到韓國已經在晚上9點半 其實我都會直接回家 我也不會去哪裡 所以就算化妝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人看到 如果我化妝出街的話 我要確保我出街 至少有一個行程 要不然我只是為了一個行程 例如有些朋友吃飯 然後就只是化妝 見朋友然後就回家 我覺得妝很好吃 其實我現在擦了一個 Base 這個是Dude House的Hydra Base 用了很久了 應該有連同用到現在 應該大家都知道 剛剛塗了 那粉底 我就應該不會塗 眉毛 其實我都... 因為我現在頭髮實在太淺色 所以我剩下淺的眉毛 是會有點怪 所以都是塗了這個 Dude House的眉 Gel 這個也是我的外長 用了超多支 眼線的話 就會用這個 Kiss Me 啡色 因為我覺得我的眼睛 如果不畫眼線的話 就會比較沒有神 所以我就會這樣 輕輕畫了這個尾 我想這樣畫了一點尾 已經跟右邊有一點分別 但因為啡色 眼線筆本身呢 畫出來的感覺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對 那麥斯卡拉我是不會塗的 因為... 難得落妝 但是呢 我一定會塗的東西就是 唇膏 那因為我臉現在沒有任何顏色 然後看上去呢 會是蒼白的 這個Lily By Red的 1號蘋果色 真的超喜歡它 那它真的很痕 這樣其實你就已經覺得 測景緣 那有時候坐飛機呢 我是會戴眼鏡的 但是... 看深層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戴眼鏡 是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覺得是不戴眼鏡的人呢 就會不習慣這件事 但然後坐飛機 因為... 即是你都想舒服搭飛機 所以就不想有任何的束縛 但我覺得眼鏡有個好處就是 它可以... 如果我是當日沒有畫眉的話 它可以這樣... 輕輕遮一遮到我的眉 然後... 然後... 現在還要收拾一些東西 接著就去機場 好... 一個大行李箱 一個放電腦的布袋 還有一個... 脫身小袋 可能就是這樣上機 現在真的要走了 時間到了 你其實要去飛機 一天 等於是在櫻子中 到底就要留意嗎 沒有任何東西 是你這件事 你來聽說 我已經煮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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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